29号菲律宾军方宣布 为了保卫菲律宾的利益 菲律宾已经向南沙群岛派出了 800名海军陆战队员 此外菲律宾和美国的军方 还将会在10月8号到18号期间 在菲律宾举行 名为两西登陆2012的联合军事演习 据法新社消息 菲律宾新派的士兵 将在南沙群岛附近进行巡逻 但不会驻军 菲方还专门组建了海军陆战旅 地点靠近面对南海的西部省份巴拉旺 菲律宾西军区司令萨班30号宣称 此次部署仅是一项防御性措施 向南沙群岛派遣的两个营 将共同担负起保护群岛的任务 因此不应被视作侵略性举动 另据菲律宾媒体报道 非美军方将于10月8号到18号 在菲律宾举行名为 两西登陆2012的联合军事演习 对此非外交部证实 将有约2600名美军士兵 以及来自菲律宾的超过1200名士兵 参与此次演习 演习的主要内容为 人道主义救援与灾难预警 值得注意的是 非美双方在本月初 刚刚举行了2012海岸监视系统能力演习